孕妇呕吐出血 孕妇呕出血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 在早期的时候孕妇会有一些呕吐的反应 那么有的时候出血实际上是因为这种呕吐的反应过于严重 这个呕吐的次数过于频繁 甚至造成了一个喷门的黏膜的撕裂 在这样的情况下呕吐的过程中会有血出现 当然我们在这之前一定要判断一下 它的呕吐只是因为早孕反应引起而不是其他的情况引起的 那我们要注意 如果是孕妇呕吐中带血要看血的量 如果血的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还要警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 比如说胃部的溃疡 胃消化道的溃疡 十二指肠的溃疡 它的出血引起的这种呕吐的出血也是会发生的 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消化道的肿瘤也会引起这样的出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